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 大家在左边可以看到这位表情凝重的先生 他叫Michael 是我之前跑龙套演影视剧的时候认识的一个龙套演员 但据说他后来已经得到了正式的角色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是温哥华时间4点20分 今天是5月30号 也就是再过一天呢就要到儿童节了 我没有想到今天出门上班之后呢 发现这个天气会变成如此的差 然后外面的雨呢已经可以大到说 我这个衣服是没有办法承受的 当天气很闷的时候 在办公室呢就非常煎熬了 我比较煎熬 但是今天呢 我们的工作差不多都结束了 所以 给大家介绍一款非常好玩的一个一种 放松的游戏 而且不仅可以放松 而且可以预示你的未来 等一下让我的同事 这个Christiana和老板 这个Sandra 给大家演示一下 让大家知道 什么是无聊 用的工具就是我手中的 这个叫做H-O 俗称O牌 具体是什么呢 O-H 具体是什么呢 让Sandra讲一下 刚刚Miki说这个什么游戏 放松游戏 这个不是游戏哈 当然大家可以当游戏来玩 但是其实它是一种 解读你潜意识的一种 心理咨询用来的工具 其实用来解决问题的一个工具 解读你潜意识 就有些时候我们不知道自己 心里到底在想什么 和大脑产生冲突的时候呢 可以用这个牌来解读一下 你内心到底真实的想法是什么 这么说 刚说的话是体验不到的 我们就请Christiana 直接当做这个发问人 她本身是有很多问题的 所以今天我们就给她解决一个 她要解决的问题 非常迷惑的 对对对 咱们说一个就是 所有正常人可以解决的 就是大家可能会有共有的问题 你有什么问题吗 你觉得 生活 生活 工作 感情 是不是双镜面了 可以问这个问题吗 什么 是不是双镜面 这个问题 是不是只能问自己的问题 对吧 就是说你要测的话 基本上可以 只能问自己 其实也可以问别人对你的想法 对你的看法 那我就问别人对我看法 你这是在干什么呀 这洗牌了 这是 对洗一下牌 因为她至少别人大家用过的时候 每个人用过 她都会有 OK 就会有自己的意识能量在上 OK 这个厅上有点悬 但塔罗派也是这样 Christiana想好了吗 我就问谁谁谁对我的什么 对我的看法 对 你可以不用说名字 说一个人是吧 对你说个代号 然后知道这个人 XXX 嗯 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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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你的看法 对我的看法 就是你问了是吧 问完之后 你可以验证一下吗 对不对 我要问的就是 谁谁谁对我的看法 然后你先你先洗三次牌 然后洗牌的时候 心里面想着你要提问的问题 就要问的什么问题 就是你可以就问那个你想问的某某某对你的想法 那这个为什么是两副牌呢 这有什么讲究吗 就是一个是图牌 哪个是图牌 这是图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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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图牌是吧 对先解释图牌 然后再用自牌更清晰地去解释 那个后面的问题 OK 现在Christiana在洗牌 就随意洗嘛 对 就洗铺块洗 嗯 好了都洗好了 然后呢 不然的话不太好 好 我先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跟塔罗牌不一样 一个是算命 一个是潜意识解读 这个是心理行业用的一个工具 它不是那个算命用的 OK 然后Christiana要做什么呢 就是他先抽一个图牌 然后你看你的感觉 第一感觉 然后抽一张你想抽的 啊 就是第一张吗 嗯 这没有对错 无所谓的 这是随机的 然后再抽一张字牌 也是第一张 好了 先看图牌 先看一下来 是什么啊 这个没有 这所有的图案 它都是轻于这种 就偏向于抽象的 然后里面没有那个 就是正面或反面的意义 就是全部都是中性的 图片的意义和自排的字面 全是中性的 我觉得这个有点像 就是那种童话故事里面 就比如说什么西海什么角龙 它断的那个尾 然后就是在留在这个水里 就是断的那个尾 所以你认为这个是海洋是吧 对 而且是不是神话故事中 因为这天是红色的 就是一个 玄幻的世界里面的一个海洋 然后里面有一个断掉的一个 像一个什么神话怪物的一个尾巴 对对对 那这个东西对你刚刚问的那个问题 就是某某人对你的看法 有什么关联吗 想不到哎 它觉得我很神奇 就是觉得我很很特别 子女指引天上游 就是你所有的想法 就是你所有自己反应的第一反应 你说出来的东西 就是你自己的解读 这没有标准答案的 就是你刚刚就是有种疑问的口吻问我 说明这个女的很神奇干嘛 其实你心里已经有答案了 你就会觉得 别人对你可能会觉得 你是一个很special的人 然后但是你又疑问是觉得 我是不是没有那么special 就是你对自己会有流露出那份 有点点不自信的感觉 就不确定自己怎么样 但其实你自己第一反应 就是最真实的答案 然后我就是这么神奇是吗 对 就是她对你的印象 你刚问的问题是她对你的想法 对吧 她对我的印象 然后比较特殊的一个女孩子 还有其他的什么东西 但这个断了的 断了的尾巴 为什么是断了呢 这个为什么是断了呢 断了觉得就是跟她对你的印象有什么关联呢 断了 是不是断了可能就是比较孤单 就是因为她本身是属于这个怪兽身体的一部分呢 但是现在不管是不是因为什么原因 她现在自己一个人在这 所以她就是很想去寻找她 原来就被切断的另外一部分 其实想去找回她 找回到原本的那个神兽的身上 你是说谁想把这个找回给那个神兽 不是 就是这个尾巴本身 它是想要回到这个原体上的 想要回到原本身上 那你觉得这个尾巴是代表了一个人 还是代表了某一个人吗 就是我呗 其实是你 那你想要去寻找自己的 另外一个完整的一个身体 那这个跟她对你的印象之间有什么关联 是很没有安全感的 或者说我是一直在寻找人生的意义 有可能是这个 所以她对你的印象是这样吗 觉得你没有安全感吗 她有跟你流露出这样的一个想法过吗 她可能没有什么说 但是我觉得她应该知道 有这么想 对对我觉得她可能是有这么觉得 那你自己也是这么觉得的是吗 你自己觉得自己也不是特别安全感 我自己确实是一个非常没有安全感的人 deep down 对对对 所以她对你的印象是这样 还有更多的东西需要解释吗 缺乏安全感之外 是不是还有点什么别的东西 我就觉得缺是不是还缺点别的什么东西 但是我不知道 你缺灵魂 你既然这么说了 她一定是缺了 缺什么你还能看出来 你可以慢慢继续看 是不是 我刚刚就说就是缺人生的意义吗 就是是不是是一个 可能是因为我这个人太飘了 因为你说这个东西这个尾巴 就是说一世的一个部分 然后你现在是这个尾巴 你要去找寻你另外一个部分 对那我能不能理解为 其实她觉得就对你印象就是觉得就是说你现在在她面前还不是真正的你自己 你还有更多的一面更完整的一面没有展示出来 对对对 因为你的不安全感 所以她可能不太了解你 就是她可能会觉得就是她可能想要了解你 但是她可能觉得你很难被了解 她确实说经常说说我藏得很深 对所以她也没有什么安全感 在我的感觉上 那也可能是我自己其实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 然后我觉得因为她是一个一个飘在水里的这样 所以就是我也是一个很飘荡的 然后而且也是很就是很要心心感就是很飘忽不定 没有什么就是对事情可能不会那么坚持的一个吧 就是可能是因为我没有找到我的主心骨 对对就是你离失了你的主心骨 对然后尾巴在一个虚拟的魔幻世界里面生活着 漂流不定对 所以这个虚拟世界是你觉得现在自己过的生活状态 跟你跟现在过的生活状态有什么区别 有有有有什么关联吗 但这个问题你要拥有围绕着就是说你刚刚问的问题是 她对你的印象是什么 对所以这并不是说你给自己的定义是什么 而是她对你的印象是什么 当然这一部分跟你自己的定义有关啊 所以她会不会认为你活得不够现实 或者是她她我呃有可能 因为她她觉得我她可能觉得我活太理想了 就是因为 魔幻世界是比较理想 对因为她经常就是意思是说觉得 呃因为我经常会说我觉得我身边的人都很好 我觉得我身边的人都是正人君子什么 像这一类 然后她就经常意思就是说 就觉得我想太简单了 觉得我太单纯了 对她就觉得这个世界其实是很很很复杂 然后很很很现实的 人心是很复杂的 对对对她是这种想法 然后那我每次都觉得不要这样想 人是很好的对 她可能觉得对我想的太单纯了 attack 是不是我要被attack一下我才能找到现实 是是她对你 你要你要围绕这个主题是她对你的想法 她对你的印象 她对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她就觉得我还没有受过打击 如果我受了打击就会变得现实 啊你看每个人的解读都不一样 我觉得是如果你给我看的话 我看到第一反应 我觉得是不是她觉得你就有攻击性 但这只是我的想法 这不是她的想法 所以你解读出来是不一样 因为这是你的问题嘛 所以我们一般做欧牌 我们不能帮别人去拿我们的主观意识去解释 是要听对方跟你说的话 然后用她的意识去解释这个东西 因为这是她的问题 所以每个问题都没有标准答案 对于每个人而言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她认为你是活的没有什么打击 你需要被打击之后 你才能活得真实一点 对 所以她是不是觉得你还是比较 就是不够成熟是吗 太理想化 对她可能觉得我不够成熟 对 其实你一开始其实自己都知道 我其实挺感觉 你说我其实都知道她 对啊 因为所以我说这个为什么欧牌 欧牌拍什么用场 就是说你平时脑子里知道一些事 但是你没有办法把它组织起来 或者你没有办法确定 然后那个时候你就把欧牌 就是用欧牌来就是说来帮你理清思路 现在的话其实你本来脑子里是有片段的 你有像小碎片一样的 其实知道她对你的印象是这样这样这样 但是那些碎片是乱的 就像拼板是乱的 你现在用欧牌等于说一块块把它给 给拼接好 然后拼成一个完整的图 然后陈先生在里面告诉你 他认为你现在没有被现实真的打击过 所以还不够面对现实 就是思想还是太理想化 然后你是一个很特别的女孩子 然后也很神奇 然后但是好像没有真正展现真实的自我 所以她对你会有种 不能把你看得太透 她就会有种不安全感 包括你自己也会有种不安全感 也会有点缺乏自信 其实就是她对你的印象 她是不是讲得特别贴合你的生活 这其实因为是我自己解读出来的 所以就是 就是其实几个点我大概都知道 就平时生活中人家会怎么跟我说 其实我大概都会有这方面的感觉 就是其实就是这样 其实不是我解读 是我帮助她自己来解读 就是说帮助她来理这个碎片 就是刚刚我说 这是一个工具 你需要就是帮助来访者 就问你的问题的人 帮助她来解读这些碎片 把这些碎片整理起来 变成一个完整的图 然后呈现给她看 她就比较清晰 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看到她们的解读感觉挺有意思的 所以我也决定 我可以玩吗 可以啊 都可以 我可以试一下 然后我 我的问题就是 观看我视频的人 对我的看法是什么样的 披肤 有披肤 来来来 来来 补充一下 大多数人对我的看法是什么样的 我就先抽两张 已经抽到一张了 先不要翻 先不要翻 我看了我就有感觉 我就知道别人对你的想法 是吧 我的感觉 自己怎么想 我觉得很像 好 这是我今天抽出来的 大家有什么想法 这个盘 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 下期解读我们自己的 没有那种 我的相机呢 上次就是因为在下雨 然后我的麦克风就坏掉了 希望这次不要坏掉 你别说 现在这个时间段了 下雨还是挺舒服的 因为之前真的是太太热了 前两天是热爆了 好 好嘞